我們這位是這樣的iPhone 可以使用嗎 新手太太的感應 都沒有看到先生啊 都沒有嗎 沒有啊 都太忙了 對啊 你看我弄專輯 然後我又廣告 跟現在開始來拍電影 那他手上有好幾個真人秀 對啊 我們還好耶 我們一直都沒有一個 就是大肆視訊 或大肆講電話這個習慣 嗯 所以就害了 那想念的話怎麼辦 就正常傳訊息就好啦 所以不會說就是可能早上會 就是到了早安晚安這樣 會啊這個一定會 我覺得可能剛好年紀也都 都蠻成熟 我們心智上跟實際年齡上 都有一定的成熟啦 所以好像 對啊好像不會這樣 因為我聽過不少遠距離的人 他們是那種開著 開著視訊睡覺的 我都會覺得 好恐怖喔 那種 對這是 當然對於他們來說 那是一種 他們自己甜蜜的方式啊 我們就不自作這個問題 工作的時候 我一定會充滿百分之百的耐心 工作外的話 我就會叫他們去找別人 對 就工作外的時候 我就比較不是一個 光是我姐姐兩個小孩 就 姨陪我玩 什麼什麼對不對 我其實可能真的沒有事情在弄 我在滑IG 我就說 等一下姨在處理個工作 去找外婆 然後我媽就說 你用這隻 然後因為我媽媽已經忙不過來 可能又要準備煮飯什麼 然後又要去陪孫子孫女 因為畢竟有一個姨在拖一拖 他之前吃太多了 對然後又沒有睡好 所以就是吃多又代謝又慢的話 就可能他就會覺得狀態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 就減啦 就很簡單啊 就跟每一個男女藝人想減肥的心情是一樣 他知道我為了角色沒有吃飯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會說會不會太狠 對 但是我覺得他很了解我 他知道我是一個可以為了工作 犧牲很多事情的人 連我是一個最愛吃的人 我可以犧牲吃東西這件事 所以他不太會那麼婆媽 他只是會表達他覺得這件事很狠 可是他就是會默默支持你 那他可能就會說 喔那就剛好可以瘦身啊 就是用一些比較幽默話去 對 不要讓我覺得我好像很委屈 還是什麼 對 不一樣就是我不習慣大家 就你們的行為啊 或是你們剛的稱謂也有改變 就是其實就會 不是不喜歡喔 是不習慣 就是但每一個人其實都跟我說 大概會經歷一年的不習慣 所以叫我就慢慢習慣 所以我覺得反而心態上相處上都沒有改變 反而真是多了一份不自在 對啊 就是 對 現在 對 有些人 喝得到 超級美的 我今天也記得 在